独生女儿与七寻老母亲 官司竟然一打再打 举个大舱子 我都拔了两个舱子 我都想跳下去死了 盘寻过往 五十年前竟然另有真相 你们去了解的是 每个都知道的 太喜欢他 想自己为得 意志坚定 结果却让人大出所料 我确实不是清真病 我觉得他想得出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母亲与独生女的三场官司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以往我们说一些 争夺遗产的官司 往往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兄弟姐妹 因为如果是独生子女的话 就没有争夺的必要了 可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件事 就奇怪了 在父亲过世之后 七十多岁的老母亲 竟然和这唯一的女儿 开始争夺父亲留下的财产 并且这一争 你就打了三场官司 我可理解吧 家里也就只有母女二人 这母亲再争最终也 不最后都是女儿的吗 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 不寻常的事情 肯定有着不寻常的原因 让我们一块去看看 2015年8月12号 是李老太与女儿 周省第一场官司的开端 这次是李老太提起了诉讼 她的请求是周省成见之后 一直没有对双亲屡行赡养义务 因此不应当继承其丈夫的遗产 您听听这话 没有对双亲屡行赡养义务 感情周省其实是个不孝女 这才惹得老太的怒上公堂 不让女儿继承遗产 还真别说 提起这个李老太的是 一把辛酸泪全都来了 我那一晚上 我都不想喝了 我坐里七层擠个大厂子 我都拔了两个厂子 我就想跳下去死了 老太都剃成这样了 看来事情不简单 很快李老太就说了 其实周省以前是不错的 可就在2012年 老伴刚开始生病的那段时间 他发现女儿有点变了 脑子楼很早点 我都跟他擦油 都在那个窝 都顶得不进来 闻得不为生 脑子心都很明白 小的他不小 但是李老太强调 这还是女儿突变的初期 等到老伴去世之后 女儿呢 才叫露出了一副 猙獰的堆裂 怎么回事呢 李老太回忆 当时为了缓解悲痛的心情 母女二人一块去越南旅游了 在越南的时候 女儿坐了一家 让她不敢相信的时候 李老太是又震惊又伤心 不得已 他说自己对女儿也开始提防了 人都还是可以做戒毒 把他放到的 你要回来咋 你总得回来咋 好不容易从越南回来了 李老太松了口气 但是同时更寒心了 因为他发现女儿周性 似乎是豁出去了 对了是不理不才 不闻不问 他根本不能理我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年多 李老太一直都是孤家寡人 渐渐的她的身体也不行了 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李老太说她每天都是悲从心中来 对女儿越来越绝望 她觉得自个儿 也该为以后的任务打算打算了 于是李老太就有了个计划 我说我的养老院去 我以前忙着他不管我都算了 养老院 这确实不是为一个解决办法 至少李老太的生活方法 不用操心了 既然想好了办法 李老太就要立即行动了 第一件事就是准备钱 长期住养老院 那可不是一笔小数 那这钱从何来 李老太表示 他和老伴这些年 还是攒了些家底的 在重庆市的大平区 李老太有两套房子 李老太就想了 反正他这么大年纪了 也要去养老院了 就卖一套房 养老钱不也就够了吧 可是只能说 李老太这个想法是美好的 可是现实再一次 给了他重重一击 为什么呢 大家注意 李老太家两套房子的所有权 一套的产权证名字 写的是已经去世的老伴 另一套写的是 李老太和女儿周行两个人 而李老太的老伴已经去世了 所以按照法律规定 两套房子周行 都享有一定的继承份额 所以呢李老太想卖房 必须得争得周行的同意才行 可是周行呢 老太的说他外面没想到 女儿的不孝顺 竟然已经到了极点了 对他的请求根本就不搭理 李老太还能怎么办呢 所以这才有了我们节目开头 说的第一场过来 李老太把读生女周行 告上了法庭 母女之间走到这一步 实在实在是感到可惜 之前说了 李老太已经70多了 女儿周行也年近50 将近50年的母女情 难道最后非得对墓公堂吗 还能不能有些缓和的余地 或者说 女儿周行是不是可以及时的站出来 对母女关系进行一些补救 但遗憾的是 女儿似乎也很坚决 整场官司周行没露面 也没出庭 看来还是秉承着 对母亲的不理不睬的原则 把官司全权委屈给了律师 而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 两套法子当中 周代遗产部分 依法应该由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 也就是李老太和周行 共同享有 为有利于生活需要 及不损害遗产的效用 对于这两套不易分割的房屋 法院判决 原被告双方 按份共有 也就是说 这第一场官司 李老太没能辱怨 甚至说到这 其实我们会有些疑惑 按李老太以上的描述和周行 对第一场官司的态度 似乎她对母亲 还真的是没有太多的感情 可是原因何在呢 母女之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事 对此 李老太表示 的确是有原因的 而这原因说出来 就让人有点想不到 走走养队 李老太回忆那还是1970年 他和丈夫呢 已经结婚七年了 可是一直没生育 就在这个最渴望孩子的时候 他们遇到了周行 70年 三天 三天 一对盼孩子 盼了七年的夫妻 好不容易有孩子了 对这孩子会是什么感情 李老太说 当时他们对周行 有一个词形容 那就是稀罕 有一句话形容 那就是捧在手里 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在那个年代物资虽然不那么丰富 但是对于周行 李老太说 他和丈夫一直是竭尽全力 在他们眼里 周行那就是亲闺女 有说嘛 我们家庭还算富裕的 而且我儿子的话 都是做孩子 都没得了 他穿得好 他穿得最好 李老太说 这一宠爱嘛 就是二十多年 直到周行成人成家 他们才稍微放手 那么问题就来了 李老太的说法 周行虽然是养女 却胜似亲生 都说生恩不如养恩大 既然如此 周行为什么非但不感恩 还不惜笑呢 李老太表示 他也是思前想后 反复琢磨 最后觉得原因 可能就是他们对周行 太好了 老话不是说了吗 贯子不笑 李老太后悔了 他们只顾着宠爱周行 却忘了教育周行感恩 回忆完这些 李老太显得非常伤心 与此同时 他有了个新的决定 那就是他不能放弃 还要继续打官司 2017年3月17号 李老太再次向 重庆市于中旭法院 提起了诉讼 要求解除和周行之间的 收养关系 理由是周行在生活上 还有经济上 都没有尽到一个 养女阴尽的善养义务 且母女关系不断恶化 无法共同生活 事实走到这一步 我们能看得出来 李老太是觉醒已定了 那么周行呢 他还像第一次官司那样淡定吗 并没有 相反 这一次周行不但亲自出庭 而且在庭上还激动地表示 是坚决不同意 解除收养关系 全磨了这么久 周行终于愿意回应 那周行为什么不愿意 解除收养关系 因为她是一个收养的一个养女 毕竟养到四十几点 她不愿意和母亲两个 解除这种关系 毕竟母亲那点已经大了 周行随后也解释了 她在成家之后呢 与养父母分开生活 双方之间呢 逐渐产生了隔阂 而养父去世之后 养母与年外体弱 他们之间沟通比较少 这才出现了矛盾 但是周行强调 之所以会走的现在这一步 不可能只是她一个人的错 双方都有责任 养母李老太 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什么意思 周行表示 虽然养母说 把她当成轻规 也当成 对她看来从小到大 其实一直都是养父 对她更加疼爱 养母李老太 总是差那么点意思 并且周行还透露 养母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嗜毒 周行就说了 第一档官司 我为什么不同意卖房子 不是我不孝 而是我担心卖房子钱 还指不定养母 要拿去干什么的 最后呢周行也表态了 从现在开始 她愿意改正自己的行为 试着修补母女关系 经济上也继续赡养母 原来事情还有这样的一面 看来家庭矛盾 真是没那么简单 一对母女间 五十年所产生的细碎矛盾 更是没那么容易理清楚 不过往事以家 终究是以何为贵 再加上李老太 都这么大年纪了 不能没人照顾 既然周行现在愿意改正 李老太是不是 也就算消消气 稀稀活的 但是李老太表示不可能 为什么呢 她认为周行所谓的那改正 不是真心 而是另有目的 确实从法律关系上来说 一旦收养关系解除了 周行对李老太 一方面没有赡养义务 另外一方面 也就失去了财产继承权 这一下还真是 有点不太好判断了 现在就看法官怎么认为了 对这个案子法院很重视 进行了仔细调查和走法 最后法官表示 他们发现了个问题 我们通过这个认定 我们并不觉得 他去再努力去改善他们的关系 反而他们的关系越来越恶化 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当中 纵然过去有再多的矛盾和隔阁 但是当父母老去 他们会成为更加弱势的一方 身为儿女 不论在法律上还是道义上 有必要在面对老人的时候 至少要先退一步 但是很遗憾 周行的显然没做到 而这样一个养女 法庭认为 并不有利于李老太 未来的关系生活 2017年8月20号 第二场官司有结果了 我们最终还是觉得 应该解除他们两个关系 50年的母女情 就此画上了句号 挺让人遗憾的 但是事情没有就此结束 因为这回换周行不甘心 他又去提醒了诉讼 于是曾经的母女 第三次对不公堂了 那么周行的诉讼请求是什么 那答案让人震惊 2017年10月16号 周行向法院提出 要求宣告李老太太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并同时指定她 为李老太太的监护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这是什么意思 周行表示 母亲其实患有精神类疾病 周行这番话 实在令人太意外了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那么李老太一系列的行为 包括他之前的倾诉 我们是不是都得打上个问号呢 但是反过来周行 为什么之前从来没有提到过相关的内容 他在意的到底是养母的养老和赡养问题 还是自个人被财产的竞争权呢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的节目正在手机将一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事情到这儿出现了最大的反转 周行指出 杨母李老太太患有精神类疾 这是真的 周行说呀 他是有根据的 首先就是越南那件事 那完全就是李老太太的异象 周行就说了 大家想想啊 把自个儿的养母推下去 这不就是意图谋杀吗 就算有再多的矛盾 我也不能这样做呀 其次周行还指出 李老太太的行为一直都非常偏激 甚至有一次李老太太还对外孙女出过手 我好逼他小 他看起来是弱势群体 但是并不了解 他只有给你人 我女儿高考前 两尺他铁打字宝 在学校门口 他说原来说我去行进家 他就把那个家给我砍了 反正是属于 空手走势 那种打字宝吗 反正都倒是铁 但是老太太 他应该说很疼 外孙女才是 唯一的一个孙女 哎呀 难过说呀 反正 要说爱不及不 要爱一个恨不及不 一件件事算下来 周行觉得母亲的精神肯定不正常 所以他不能不打着地 三场观众 周行这番话 很快就被李老太太知道了 大家应该不难想象 这位老人当时的气候逃遇 肯定是又跳价又发动 我说我是不是亲自民 你们也看到我是亲自民吗 我觉得还想得出 那个老口那个坏 事情上升到这个层面 已经不是哪一方 靠嘴就能说明白的了 这需要专业的鉴定 因为鉴定结果 对第三场官司 那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随后呢 法院委托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 对李老太太的身体状况 做了独立鉴定 2018年1月10号 这个中心出具了 司法鉴定意见书 结论是 李老太太被诊断为 偏执性精神障碍 目前为限制迷失行为能力人 有点让我们不敢相信了 是吧 李老太太果真有精神类疾病 他之前所说的全都是子虚无遥 事实上也不能这么说 为什么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什么是偏执性精神障碍 偏执性精神障碍呢 又被称为持久性妄想障碍 以系统妄想为主 患者一般有这样的特点 他们的性格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 比如说很主观 敏感 多疑 并且自尊心强 有很强的不安全感 当他们受挫 或者受到他人的精神伤害之后 就逐渐起病 这种病不是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那种精神疾病患者 他们只是容易将事实曲解 把与他人之间的这个冲突进行强化 最终形成妄想 说白了 以李老太太为例 他或许本身这性格就比较多疑 又固执 所以当养女周醒对他不太好之后 他就更加难过 更容易对周醒产生疯狂 或者呢 还有点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疑神疑鬼 这么一来 他跟周醒之间的矛盾 不就更加激化了吗 所以说啊 母女二人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确实不单单是某一方的错 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 好 李老太太的精神状况搞清楚了 那么法院会如何认定呢 法院认为 基于李老太太的这个精神状态 他确实应该是个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 他需要有人成为他的监护人 可是我们想想哈 李老太太跟周醒那关系 继续让周醒照顾李老太太的 俩人 怕不是还要继续强架吗 这似乎不太合适 并且经过进一步的走法 李老太太的邻居 透露了这样一些情况 以前他们那个 就是那个爸爸也在的事 稍微好一点 就算爸爸也走了过后 他对他妈妈也都很不耗了 情绪不好的时候 周醒甚至还有过暴力行为 那时候的时候 那个破练 你的老年纪的全个人 还要打 不但不打 你还不管他 还要打不过 既然要整他的财产 那你都要对我稍微好一点 过来我死了 不管啥子都死的 是什么 任何人当老的把他养大了 都心寒 哪里都心寒的 天儿捡起来 都把北高卫打了 北高卫头的事 说起都寒血分天的 北高卫头 其实人听到去 太不成话了 他说的 真的是 回来应该一点点 才能成全 那个样子 当时的具体情形 我们没看到 不好下结论 但都说旁观者清 邻居的这些话 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些参考 不管周醒的内心 对养母是不是还有感情 但是在行为上 他并不能很好地控制住自己 最终法院做出了决定 在征求了李老太太本人的意见之后 李老太太的侄子赵先生 将承担起照顾李老太太的责任 对此赵先生信任同意 对这个结果 周醒是分长不满的 他甚至对赵先生多加指责 其实每个人都不是真心待他 都是得算计他 包括赵先生 不论他那么多非议 因为他是限制民事行为人员 没得充分自己财产的权利 但是对于周醒的指责 赵先生做出了解释 其实我们从来 没有想过娘娘的遗产 就是她的财产 本来给你走几层 你对她稍微好一点点 你那个家庭的位置下去 那个自然而然 本来就是你的 我们旁边没那个 想你的遗产 赵先生还保证了 等李老太太的精神状况好一些 能够申请恢复民事行为能力了 这就会让李老太做主他自己的生活 三场官司下来 李老太总算是有了个归宿 晚年不会再老无可疑了 这让我们稍微放点心 但或许我们还是会有疑惑 一对母女 就算没有血缘关系 他们也相处了五十年 日日夜夜 点点滴滴 周醒又是唯一的孩子 彼此之间 要说没有感情 那是不可能的 他为什么最终走到这样的地步呢 赵先生对这个家庭的变化是比较清楚的 他最后呢 也说了自己的看法 一个巴掌拍不强 周醒和李老太的获取双方都有缺点 也都做过一些过激的举动 然后彼此就形成了个死循环 你伤害我 我再反过来伤害你 一次一次的 没有任何一方愿意先喊停 所以再深的感情也都被消耗光了 其实日常相处 矛盾不可避免 但重要的是在矛盾产生之后 是不是能抱有一颗化解矛盾的心 相处是不易的 但是亲情得来更不易 不论是老还是小 或许都应该多一些宽容 多一些理解 少一些针锋相对 少一些步步进逼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流浪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 那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到更多精彩节目 那就请到各应用市场 去下载手机这样一台客户团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再见